這就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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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現場的媒體好朋友們 還有收看直播的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賴副總統在萬里的老家 被新北市的地震局 在耶誕夜接連兩篇新聞稿 用攻擊式的方式 污蔑說是2003年的新建物 其實這是錯誌的 空照圖 賴副總統在這裡出生 他的母親也在這裡辭世 其實有非常多鄰里 還有他們的鄰居 都多次在鏡頭前強調他們知道 賴家在這裡長期的生活 這棟房子沒有移到 其他地方新建過 那麼接下來呢讓我來出示第一個 這是賴家原始的戶口名簿 首先呢上頭寫的 就是在萬里的中福里 中福村 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他們原本的地墓是31號之二 這一整區經過地墓的整邊 所以變成是中福里的84號 第二個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由於這是原始的戶籍資料 上頭會清楚的寫到 原本的護長也就是賴朝經 賴副總統的爸爸是在49年 因為礦災而離世 由母親繼為這一家的護長 選舉選到用這樣汙衊的方式 來說這是一個新建的房子 非常的不應該 這個影片是在 今年外國媒體彭博來的時候 賴副總統請他們到老家來進行專訪 在當時呢意外拍下了一個花絮 大家透過這個影像鏡頭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這真的是兩百多瓶的豪宅嗎 從客廳走進來之後 是個尋常人家的家具 跟你聞的這家 一定有太大的差別 這個要對比 用豪宅來形容實在是太過分了 那麼其實從這個客廳往內走 這個影像也很清楚看到 經過了六人的餐桌 往內走就是一個小小廚房 也沒有了 往後走就是後院的陽台 你們覺得這是萬里豪宅嗎 這個房間有兩百多瓶嗎 用這樣的說法其實並不公平 其實有很多礦工的後代 真的都出來抱不平 他們的房子所遇到 難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問題 這真的是一個集體的歷史因素 而賴欣德老家這紙面其中之一 現在要直接貼上他們一個違建的標籤 當初的政府在礦坑跟礦業被關閉以後 沒有給我們一條路 沒有告訴我們該怎麼去做合法的申請 現在連自己的安居的需求 都要被用這種方式來扭曲 我想這是在他們心裡面講到 他們之所以覺得非常傷心 甚至是二度五傷害 更不用講有些說被糟蹋 真的是希望再來操作 政治操作這一題的請停止吧 不要再拿這些辛苦人 過去長期的血淚來消費 來操作來利用 這真的已經回到一個人性的問題了 住久了的確有漏水的問題 92年到93年之間的確經過一些整修 當時牆壁有一些腿起 所以這個整修是原地 把他們的房舍來進行整修 房子其實是陸陸續續在修的 讓它更適合人住 它並不是在公寮旁邊又新蓋一間大樓 蓋了一個超級豪華兩百多坪的豪宅 這完全是污蔑跟錯誤的資訊